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然后更厉害就是我们不是做一般的广告 我们是做国际的广告 所以广招四方课 我就是跨过公司的客户 然后告知万众友 就是达到不同的传媒 人民大众 这个大众传媒这样了 所以好厉害的 可是那个算命师啊 他是有这样解释吗 是你的事业吗 可能这两句话是说你的性格很大嘴巴 总把四杯走边听来右边讲出去 怎么刚好你做了广告业 广告是广告啊 不是讲话的问题啊 所以啊 命中注定要做广告 但是呢 这也我也做过这个算过这个命 你发现没有 我发现有的时候还真的有神的 就是他有那种很多表格啊 像我这个生日的叫做有正财运 我觉得很准 就是说有偏财运 我的偏财运是多少呢 是零 我就发现和真实买什么 就是单位里就是抽个抽个奖 都没有我的事 小时候我们那个小朋友在地下 都能总能捡起一毛钱两毛钱 教会老师 我走路总低着头 从来一分钱没捡到过 人生就是不公平的了 天才 但是只能有正财 正财就是说最简单的干活 对 干活 拿钱 所以你每天晚上就要去 干活 对 比如说连广告也没得拍 对吗 他们就说了 比如说一个名人 他分这个界内收益和界外收益 比如说你就干活拿钱的这个 那么这叫你界内的 但是因为这个呢 你名气很大了以后啊 他产生了界外收益 对 对 就是边界之外 比如说 名人受效应了 名人受效应 商业广告 这是你的这个偏财 当然呢 这个偏财也是人家合理合法证的 是吧 咱们也不能说 但是最近你知道吗 大陆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一个一个讨论 为什么我先跟你们说说 就是 2月16号 国家广电总局五个部门联合下发通知 规定禁止聘请不具备职业资质的人担当医疗健康类节目的嘉宾 严禁演员和社会名人主持医疗健康类节目 社会反响强烈 所以有些网友提出 为什么不干脆硬性规定禁止名人为医疗健康产品做广告呢 那么又有一些网友说 为什么干脆不硬性规定就不准名人做广告呢 就引起这个讨论 这个讨论呢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香港人了解不了解 它是有背景的 平常你看你经常在大陆 有没有半夜里看过很多电视台的这个医疗健康类的这个节目 好像看过卖一些机器啊 卖机器啊 卖机器 医疗机器啊 有时候什么变粗变大变长的机器 总是跟那个房间的事情有关的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也也有些锻炼啊 什么都有 什么药啊 你知道像您那是做这个国际广告的 我估计有些广告形式啊 你未必知道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特色 就还比上他在电台电视台 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两个小时 这个不准不允许的 两个小时 等于香港我们就是几多分钟的一个小时 我一看都是抄袭枪枪三人行 一般就是三个人 坐在这 这个是哈佛来的什么什么博士 这个是中华全国药学会的什么会长 然后就打日线电话 说什么哎呀我最近我这个肾哪不好啊 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 因为他妈两长 这就属于我们说那种医疗健康的节目 还有比如说演员 比如说他们说有一个老太太 也是个老演员 这老太太呢 就是在多个这个节目 节目里出现 后来观众给他算了一下 老太太就得过这个肺气肿心脏病 高血压 关节炎 什么病都得过 然后吃了他所说的这个药啊 就好了 病全好了 所以他这种现象 所以重点介于有点是欺骗了嘛 这些欺骗消费者 在美国啊 误导了 我们先说 叫做误导 不止了 不止误导了 他完全假装嘛 比方说你可能不是什么医生 你是演那个医生 或说那个病人 他也根本不是一个病人 或说甚至他根本没吃那个药 或说吃了那个药其实更糟 他说是更糟 在美国也有这种广告 这种跟季文凤 你刚说的什么 每半个钟头 有几分钟的广告不一样 这种是买这个时段的 买这个时间 经常有 但买时段就应该有限制才对 不然的话 反正它的限制 限制是什么 比方说美国买时段 它可以卖宗教的产品 经常有人带领你祷告 宗教的产品 还有卖那个什么呢 教理发财的产品 很多人说 两个钟头就讲我自己怎么发财 然后我写成书了 那卖给你 然后也有卖药的 也有 可是不管你卖什么呢 最后还是说你不能欺骗 你不能说用 明明你不是医生 你说你是季文凤医生 还懂得教人家什么治疗 那那个法律 重点在于法律 不在于说明人不明人 但是没有电管局的吗 这不是广电总局吗 广电总局应该给他们 有一些局限才行啊 那你像你 惩罚他们才行 平常在香港 或者说是你了解的国际上 这种明人明星 代言广告是怎么样的情况 其实是允许的 当然是 我们假如我聘请你 卖一个 一个商品的话 那你以后 这一年签的月 你一定要 喝这杯茶 确实你要实际使用的 对 要使用的 你在公众场合 你不可以用其他的品牌了 那是你跟他这个 大家的合约吧 对 一个月数嘛 然后呢 当然用明人 常常有一个危险 就是他的生活不减点啊 或者是他失败啊 这些也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有一个风险在的 我看这风险是双向的 比如说你的牛奶 你有毒了 那我这个明星也完蛋了 对 他就是 那这个明星我觉得 所以我想 现在也应该这些 作为另外一方面 等于说明人去做广告 他自己也应该调查一下 这个产品 是不是好的产品 你不然的话 你自己作烂 这些的明星品牌 因为这中间 有一些困难的地方 第一个是说 你说调查 调查到什么地步了 不管那个明人 他接机前 总有总经理 有经理人 替他谈价钱 他说 了解那个商品的形象 了解到什么地步了 很多风险 他还是不知道 第二个说回来 我很怀疑 这个禁止明人做这个 做那个 有什么效用 因为 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谁是明人 谁不是明人 不知道啊 我也可以是明人嘛 我在我的神作界 我叫香港的 你应该是明人呢 我在香港的 铜锣丸界很出名啊 对啊 对啊 有马帝名人 对啊 我说你是明人吗 不一定啊 我带你去香港的小学 可能小学生都不知道了 你怎么来记一地 明人不明人 你哪一个群众 是认识你 你就用这个人去 作为他一个偶像 那也有困难 比方说我叫香品 我要找邓文涛够聪明了嘛 中国第一主播 就知道 推销 我就是要把他 推销叫香品 给一个完全新的消费者 不是这个界别的 我喝牛奶 我要把他推给一些 从来不喝牛奶的人 可能他在这个界别 也没有太聪明 可是他普遍被人知道 反正重点还是在于说 我很难界定他 在哪个界别是明人 哪个界别不是明人 马博士这角度有意思 我倒是还有另一个看法 就是我发现呢 这里边有一种心理 就是觉得 其实这种心理 包括我都有 就是说呀 你这个会惶惶不可终日 你总是觉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 传统的保守的想法 确实总觉得呢 要是做广告 这玩意当然也想钱了 可是呢 总觉得这是拿名气赚钱吧 也是怕报应 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他们应该的 是应该的 其实是应该的 他们是也是从什么都没有 到达到一个 也经过一个奋斗 对 才达到他这个明星 没错 当然他是明人 他自己也要好好的真实 支持所有 不要生活太坏啊 变成整个形象都不行啊 他要好好的真实了 这个就说这个明星 明人代言广告 就是他自己要不要谨慎 当心 当然应该 而且这个很多例子了 他如果不小心 对吧 他自己就全身 身败名裂 他自己会受到 他的这个惩罚 对吗 可是我是说 另一方面呢 有的时候我觉得啊 也没有什么人 替明星说话 因为替明星 是话招骂嘛 是吧 那么 可是我早觉得 后来我听北京市公安局 一个一个官员吧 说了这么一个话 我才敢这么说两句 我是说 好比说一个明星 他决定接一个广告 那么对 他可以调查到什么程度 那么他当然很认真 你比如说 你有国家的这个正式的证书 你这个产品 有什么4A保证 有官方的 那么这些证书 全部都齐全 符合做广告的法律规定 那么你说这个产品 最后假冒伪劣了 咱就说你知道 这三这三绿牛奶 当年也是合格产品 对呀 是吧 有的时候是国家 什么医药总局 可能发给你的许可 他是免减呢 对 那么你都不靠谱了 那么你说我一个人 我怎么能知道 他他是这样呢 而且在意者说了 我就觉得 集体总比个人大 政府总比个人大 对吗 那好比说这个广告 如果真的是违法了 那么你的电 都是电视台播出去 都是报纸蹬出去的呀 那么你为什么播呢 这不也有 赚钱呢 对呀 就是说这里边是谁 谁违规呢 所以我觉得他有时候 大家往往很容易 就是说 你这明信你做广告 这产品出了问题 你就不是人了 可是问题在于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 一个法治社会 它是好多个 环节渠道的 怎么最后就变成 他一个人不是东西了呢 就是我求富吧 你就说 好像我觉得去年刘强 他这个 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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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强是另一个问题 他做好多广告 但是我觉得 他没跑的时候 这个内科去做了 另外一个广告 是很成功了 这当然就是 他怎么在失败的时候 他还肯定做得好 这两方面做得很好 他们这个广告故事 这个创意做得很好 假如上网 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我还记得 这个马博士在书里 当时写过一篇评论 说这事 咱们广告之后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马博士 当时我记得看见 刘强那个广告 突然变震 还专门在香港报纸上 写评论呢 我主要是谈 其中一点是说 那个广告商的敏感度 很厉害 马上按照 这个集体情绪 集体那个新的变化 然后来调整 他的广告内容 那另外当时 有一个广告内容 叫什么 叫语句 爱运动 就算他 上了你的心 对 非常感人 亮人家 非常印象深刻 那我就想说 其实这到我 令我联想到 那个我听过一个名人朋友 他说 他好像听起来赚很多钱 可是他每次心里都想说 我收入的那50%呢 是作为我的心理赔偿金 因为我经常会在网上 在报纸上面被人家骂 被人家侮辱 被人家仇恨 他说那个50%的收入 其实是我的精神治疗费 我觉得作为名人 不管是刘翔 还是什么人 就是要承受这个压力 可是作为名人做广告 我还 就是我刚说的 那么精准的判断 不得了 就是到底谁是名人 你根本判断 说不准了 你根本定义不了 所以你定义不了的法律 你又执行不了 另外说 根本你法律要定 可是不是针对名人 针对商品的讯息跟事实 商品的绩讯的真实性 可信度之间的关系来定 而不是名人不名人 我觉得名人 你也要讲明白 他是因为他应该有 不同行业的名人 大名人小名人 不不不 我觉得完全不能分 你不要说 这个行业的名人 叫人做广告 那个就不能做 等于说有些运动的 他就可以卖健康产品 他是运动明星 然后有些电影明星 他可以更大的影响力 可以食品 所以有些 我刚才都讲分众 不是说有些人 你怎么定这个名人 名人就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人 那就由市场来决定 有广告商来决定 不是说有政府法律规定说 歌星就不能卖冰棒 那个运动员就不能卖卖西装 不能这样分 他主要是 他不是用者的 不可以做 就怕有一个假的信息在了 他不是这个用者 他在推 然后反过来 他下班 他镜头之外 他就和人家的产品 就好像有一个假的信息在了 误导了 欺骗等于欺诈 我觉得刚才你讲这个三鹿奶粉这个 这个也是很重要 就是他已经是民检的 作为他这个名人 他也不会知道的 很无辜的 我看到他在网上骂 但是这个也引申到中国现在 这个自律的问题了 自律 自律是因为我十二月份去过美国 这个国际的协会去讲 这个中国的广告的自律 因为外国现在对中国的什么产品 都失了信心嘛 万区啊什么出口啊 都觉得有问题 就是我们自律不够 但是我跑了一趟去跟中国广告协会 他们主要是做这方面的 非官方的 组织 他们都说其实中国人要自律 还是一个很长的路程 慢慢长路 因为这个对等于说 没有急功近利啊 真的为大众卸想啊 这几天我们的假鸡蛋已经闹得哄哄了 还有呢 他们觉得是个过程 先我们需要法律 有法律 等大家有个左下左右去听话 但是他说 大家有一个社会有文明有文化 达到一个层次的时候 你可以自律 但是呢 社会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叫做他律 对 不同的人可以参与去去给一些监督 监督 等于说这个blog啊 这些网啊 网民 中国的网民好厉害的 太厉害了 媒体也是个厉害的 法律 自律 他律 我觉得讲得很好 是 完全 这就好比是说啊 很多时候你跟人说你有没有道德底线 对 但是呢 要公平的来讲 你先要看看你又没有制度底线 对啊 对不对 如果你就说 比如说如果说你说大家可以随便谁都不排队 那么你越过这一层直接去指责一个人 你为什么不排队 你这个就属于越过了 你的制度都没有建立 对 那么就好比说你这个国家认证产品 对 本身就可能是假产品 对 那么你又怎么能够说这个名人 你代言的广告你没有检查出来 对了 他能比得过国家吗 他无辜了 那像那个自律的底线还有制度的底线啊 中间还有一个什么执行啊 坦白讲你说制度法规啊 没有制度要执行才对 中国说全世界任何一个社会啊 一大堆啊 就怕你不谈法规 你谈法规可以 我一大堆法规拿出来 问题是谁去执行 执不执行 怎么样来执行 执行你还有审查 对啊 对吧 所以这个过程大家要完善 对还要有人看你有没有执行 另外一个机构来审查你执行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季文凤啊 上北上十年了 跟我那时候去北上有一个训练班 三个礼拜在北京 学到最好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刚听你讲了 不断提到说 凡事都有一个过程 我去玩大陆三个礼拜 我学习也从他们这边 对对对 不管凡什么 凡事有个过程 很好用这句话 对对对对 没事要有耐心 要有耐心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马博士还见过什么山寨广告 好像成为一个新闻嘛 因为我们说名人做广告 你收了高的广告费代言费用被骂那就算了 总算有个补偿嘛 有些我觉得很无辜的 我看到中国的山寨版广告是怎么样 他把外国明星的可能一些新闻访问片段或说广告片段剪下来 比方说有谁贝科汉还有演James Bond 007的那个谁 那个老头 辛康纳莱 辛康纳莱 对对 贝科汉姆 对贝科汉姆 没有广告费 你要减下来 没有广告费给他们的 第一个没广告费 第二个呢 假如他们会听中文呢 真的被气到吐血 因为他们在配音 然后找人来配中文 来卖什么呢 壮阳药 他说贝科汉姆 就踢球 过他很多踢球的 进球的镜头 然后就访问他 他配上中文 真厉害 我吃了这个药 白天色球 一脚进网 晚上也是一踢就进网 很多很暧昧的语句 这就无本万利 就是啊 我觉得更好玩是说 真的有人相信 是真的广告 后来说 很多消费者投诉 就说 我看到真的觉得说 贝科汉姆 我都替他们代言 一定行吗 他说马上看完广告 就跑下楼去药房买 结果没有用 还受伤了 好像功能受伤 进医院 然后去发出这种事情 所以大家我们讲 就是有个过程 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 真是光怪陆离 什么事都有 什么都敢 比如说我就说 咱就说 这个底线的问题 那天我看奥斯卡 颁奖礼 是吧 我是在内地看 昨天 你知道呢 他现在有一种 你可以收境外电视 但是在这个某地区里 他自己有个中介的控制机构 这个很久了 当你放广告的时候 他插 他的广告 那么这是 这种广告的钱挣的吧 我不了解 了解内部情况 姑且就这样 让他挣吧 但是我觉得 什么叫没底线呢 就你插的那个广告啊 人家的广告都放完了 人家奥斯卡 那颁奖礼 下一段都出来了 你的广告还没放完 你这就叫没底线了吧 叫占用了 你这占用了吗 咱已经可以 中国的事 咱原谅了 就是说你 插就插吧 可你是侵犯观众里 对 对吗 没有收费者 人家观众觉得 被侵害了嘛 我不管你赚什么钱 你让我看不到 一个其中一个 班长的片段 因为TVB的广告时段 还长 你把他的节目都盖了 你让我们怎么看 对啊 那你奥斯卡 你看过这个电影吗 你摆了 我看过 那么多了